Kendy之前打过来跟我们聊天 但是近期在家里发生了一些事 讲来听听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终于跟老爷爷吵架 不是 终于跟老爷爷吵架 也不是 终于跟老爷爷爷一起吵架 也不是 是什么 我娘家被人淋红油 干什么 为什么淋红油 剔邪的 不是 你没有出去把手指咬一咬一咬 看看是不是黑狗血 我相信他咬完都未必知道是黑狗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体 那你说 其实一直都知道 对面屋有欠人钱 那由2018年10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知道是 有人上来会按门钟 会黏纸 和摄信 对面屋 对面屋 如果他没有认错的话 他也是搞来搞来都是对面的 是啊 可能他又找不到对面屋 可能搞了你 等你给一下压力 是啊 整件事 他们这些不是不会搞无辜人事吗 不是的 哇 你跟他说道义 不会的 他们为了目的而已 无辜人事不是说那家欠债那家人 每人做市人帮的 就是说旁边左右 真的没关系 他会令到邻居都给压力当事人 是 会啊会啊 因为警察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会搞到旁边的 就给压力这家人的意思 是啊 但是其实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来 嗯 就是 可能里面清了数 他本身 他搬进来的时候是一家三口 是 但是他现在的单位都继续有人回来 但是就不是本身那一家三口 哦 可能申请了搬走了 但是搬走了 他会有人上来做清屋的嘛 因为是火柱的嘛 嗯 但是他没有这个动作 清屋的意思 但是对面 就是人家 如果这家屋 清理这些责物呢 如果这家屋上一手 清理了里面的责物 还有还原 那是公屋的人搬走永远不拿东西的吗 就是自己不清洁回家屋 他会还原 可能地板那些会帮忙起来 哦哦哦哦 要还原的 是的 要的要的要的 就好像出去租地方 交鸡 对了 要还原这么严重的 就是你弄那些什么 要打回圆形 是呀 会呀 好继续 那天是19号来的 我开工了 我就收到我妈的电 我妈吓到 大声睡了 打来跟我说 家姐在家里被人想 好不有 我说你现在是你自己的家 不是你住在老爷那里 不是 不是 是我本身的家 对了 你妈就很害怕 跟你说有一件这样的事 接着你怎么说 是的 我就是帮她报警 哦 之后要立刻收工 在火炭上等命 ok 那应该是全家都赶回去吧 他不会只通知你一个吧 我就帮他通知了爸爸和小孩 就是他怕到只会找你 是的 他连警察都不会报 这些这样的事 他不报警 真是奇怪了 因为999是冷写的 很贱 真的很正常 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人在 突然只有他一个 一把开门 整个门 地下 甚至乎铁闸 我家里的地下 都有红油 深入了 滴进去 是的 真的很恶意 因为 我不知道 除非是很大桶 一滴 就在门口滲进去 因为我在想 如果要滴的正常 就是你向墙 除非是很大桶 但你大桶其实很重 你几个人抬上去楼下 都会看到你 对不对 你应该是小小的拿着 好像茄汁那样 自然就走 我猜而已 但刚才他说是公屋 是公屋 是公屋 公屋 有一些公屋 木门 是有个窄位 洞位 被人摄信 不知道会否是那个位 被人摄入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 我那边是没有的 那边没有 但就在门下面 总之最低的那个位 那门底下有条缝 就可能破坏了进来 那好了 警察就上门了 那第一时间 那你们有没有在外面 什么欠债得罪人 那些 没有 我主要说 不是说警察 我主要说两个保安 第一个保安 第一时间走了 上去 我站的门口 要拍照交差 他跟我妈说 不关我事的 试发的时候 我去了长楼 今天坐座头的保安 是今天第一天上班 先射了 第一时间 保住工作 第一天上班就不用工作 不是 他先射到第一天上班 不关他事 他有大条道理 就说 他不认得那么多日 我明白 就是那些 陌生人来了我们大厦 谁认得到吗 不知道 那他不要说是红油 他用石油来都行 当然 然后呢 第二个保安 就是在我回来之后 我就打了去管理处 叫了保安主任上来 我们就看看保安那边 可以怎样再谈 那样 那个保安更过分 他跟我说 天债还钱是天经地义 就是已经假认了 是你们的问题 他神经病 做了一个道德L 原来他 可能有一分 可能 那个人保安是兼职 他正职刀是放贵你的 对 神经病 我都会这样收费 他会说 很严重 说这些话 怎样做一个判官 这个要投诉 对 Candy Candy 喂 是 你干什么 你刚才 我害怕 你现在说到有大衣洞 我以为 不是 那你有没有投诉 有 有 那听闻 就已经 那个跟我说 欠债还钱 那个 就已经 没有是这条村 那他最过分 跟我说是意外 那我就跟他说 什么意外 什么意外 我便跟他说 你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是 但是问题是 对面单位欠人钱 不是我的单位欠人钱 其实我有很多疑团想问 但是你先说这个保安 那他就跟我说是意外 我说2018年10月第一次 你说是意外 第二次都可以说是意外 但是 林鸿友都叫意外 没意外 林鸿友 你说旁边左右 现在在装修 是前途的 刚好他打死了 也有点点可能 唯一一个可能 对 好点点的可能 好勉强 那好吧 但是你始终来 又有保安上来 接着警察到场 但是正常 如果真是追债的 林鸿友 那总有旁边 可能是不是有些字句 陈大文欠债还钱 还是贴贴的 没有 现在是贴贴的 那你只贴贴 那你只贴贴 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什么目的 那你当事人就知道 你得罪人 不是的 但是你债主也知道 如果这个人欠了我钱 可能另外欠八个人钱 但是他们也要做事 我贴贴一贴 他怎么知道还哪一条 对吧 你明白 他都要 那我债主便就想 糟糕了 哪一条林鸿呢 是沙鱼斌 还是桂里王 对啊 还是桂里王 骷鲁王 还是谁呢 大哥 他又不贴贴 又不姓 你也留下个电邮吧 即是留下个记号 somify 留下个QR Code 你神经病 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Candy你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会更加肯定 一定是对面屋 现在是找错人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都 因为最主要我问完我家里所有人 有没有人欠钱 个个都答没有的时候 那我就会更加肯定 应该是对面屋 是想给一些压力 我们去找对面那家户主出来 那对面屋有没有被破坏呢 没有啊 那这些东西很奇怪 可能搞错了 没理由我都很痛 然后思思吃止痛药 对吧 对吧 我跟你两个人不是一条命 不就是了 没可能的 没可能被咬到你 你捉我的脚 除非去预议Candy 妈妈的家里 一起帮忙 对了 你两边帮忙追 一起分 这件事有很多疑团 因为你两边陪 我才知道你是给压力我 我也有想过 抱歉 继续 我有想过他会不会是 不写 可能第二条说 可能写了我家里的门牌 又或者林鸿有个人未睡 写错了 我觉得这个机会最大 因为他们叫的人 可能是一些导友 一外判出去判上判 对啊 那些戒指 有时的资讯 可能沟通上会有错误 很无辜 尤其是他做这些东西 通常都紧张 做完东西拍摄照 即是新入行 是的 还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 好像派传单那样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 有样子看的 如果你的样子 真是狡猾者和收索佬 楼下真的未必让你上去 他就特地请那些戒指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着大家 竹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